爸爸绝不愿多活一秒 因为不受控制的时候 正拿枪对着女儿的脑袋 他急忙撕心裂肺地求死 而妻子也没有犹豫 直接命令自己的夜叉 拦腰斩断了丈夫 不料见舍而出的鲜血 却钻入了妻子的耳朵 妻子这才幡然醒悟 刺客是通过血液控制的丈夫 现在又要控制着她去杀女儿 妈妈怎愿如此 当即命令夜叉杀了自己 而随着夜叉的一刀斩出 妈妈也倒在了血泊之中 但她仍在安慰着女儿 这话倒是没错 因为妈妈的夜叉会一直跟着女孩 可面对人心险恶的社会 女孩仍是举步维艰 直到黑毛的出现 她发现夜叉有着极强的杀戮之力 当即收留了女孩 并将其变成了自己的工具 依靠半年杀死35人的战绩 成功坐稳了地下组织的队长之位 但黑毛仍不满足 她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性 再次命令女孩去炸地铁 而负责阻止的正式男主 她曾遇到过女孩 并让女孩知道了什么是温暖 可黑毛却不管那么多 直接就通过手机召唤了夜叉 仅是一招拔刀斩 就将男主打得伤痕累累 但男主却看出了女孩的身不由己 为了保护身后的乘客 也为了救赎眼前的女孩 她彻底释放出体内的虎之血脉 成功用虎臂挡住了夜叉的刀 在借以超快的速度 顺利越过夜叉拿下了女孩 可女孩却无喜无悲 直接露出了满身的炸弹 原来黑毛的计划 竟是要女孩和地铁同归于尽 男主内叫一个不忍 上前就要拆除炸弹 但时间明显已经不够 女孩突然推开男主 并主动靠向了地铁车门 原来黑毛杀死的35人 始终让女孩饱受折磨 她终于勇胆地喊出了心声 接着便一跃而下 准备牺牲自己拯救乘客 男主见状急忙紧随而去 强行扯开缠绕的炸弹后 护着女孩躲开了爆炸 最后两人掉入了下方的河流 男主成功救下了可怜的女孩 并一起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